大家好,今天是20108月5日 今天我来讲一讲中国的疫情 中国的这一波疫情很严重 现在已经是全国遍地开花了 能不能守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最早有疫情的南京 今天公布的数字 说是有228个确诊病例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确诊病例的标准 跟国际标准是不一样的 在国外如果做核酸检测 查出阳性 不管有没有症状 都属于确诊病例 但是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除了核酸检测阳性 还要由专家来看一看病人的症状 有没有是不是符合新冠的症状 符合了才算是确诊病例 如果没有症状 那就不算在病例里头的 后来中国又多了一个统计 那就是统计无症状感染者 也就是说除了确诊病例以外 还有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南京除了228个确诊病例以外 有多少个无症状感染者 官方公布的是零 那再说扬州 扬州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呢 说是有220个确诊病例 那么无症状感染者是多少呢 也是零 那再我们再来看郑州 郑州呢 公布的数字呢 今天说是总共有19个确诊病例 那无症状感染者呢 有93例 这个就跟南京跟扬州很不一样的 郑州这些感染的人 大部分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这样的话 南京 扬州就显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 新冠感染以后 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是没有症状的 也就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国外做的统计呢 是接近一半的感染者呢 是自始至终 是没有症状的 直到他病好了 这个感染呢 消失了 病毒被清除了 也一直呢 都没有症状 还有一部分人呢 在做检测的时候 是没有症状的 后来呢 出现了症状 这部分人呢 大概占百分之三十 那做检测的时候 有症状的 只占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我们做这种 大规模的核酸的检测 全民的检测 把所有的感染者 全部都找出来 那么呢 大部分的这些感染者 应该是没有症状的 那就他的 跟这个有症状的比例呢 应该是三比一 那样子 南京 扬州 都已经做过好几轮的 这种全民核酸检测了 把全市的人 全部呢 都测了一遍 又一遍的检测 那么呢 有感染者呢 应该全部都被找出来了 那么本来呢 就应该是大部分的这些感染者呢 都是无症状的 但是 南京 扬州 无症状的感染者 却是零 这样就没法解释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有一些人可能会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数据 说检测的结果会大部分都是无症状感染 这是国外的数据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特殊 不一样 不是的 你看扬州的结果 它就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的 93个无症状的 有症状的才19个 所以这个 你不能说扬州人 南京人跟扬州人 是两个人种 对不对 还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一次感染的传播的 这个病毒比较特殊 是Delta病毒 是不是Delta病毒 感染了以后 会都是有症状的 也不是的 在国外的情况 被Delta感染以后 同样大部分人 也是没有症状的 而且 郑州也是Delta变异的 现在已经测出来了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无症状的 所以不是这个原因 还有些人可能会说 说南京扬州都发现了比较晚 不是说已经传了一段时间 才发现的疫情 那么找出来的这些病例 那可能以前是无症状的 等被大家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变成了有症状了 这个当然有一部分 是属于 会属于这种情况 无症状的变成有症状 但是我刚才说的 将近一半的感染者 应该是自始至终 是无症状的 但是你在南京 在扬州 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是不是什么ADE 就是我上次节目里头 谈到的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 然后接种了疫苗 被感染了以后 本来应该是无症状的 结果就因为这个是ADE 然后变成了有症状 ADE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属于ADE的话 那么这个症状 是会有非常的严重的 会有重症的 而不只是说是表现出症状的 而且如果这个疫苗有ADE 它也只是表现在 少部分人身上 不会说大部分人 所有人就都会有ADE了 所以用ADE是没法解释 为什么江苏的这些感染者 没有疑力 是无症状的 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 那就是用的核酸检测 灵敏度太低了 查不出来无症状的感染 只能查出有症状的感染 但是这个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因为我们看郑州的情况 它又检测出了大量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就说明了国内用的这种检测 是灵敏度还是可以的 而且无症状的感染者 它的病毒的量 未必就都比有症状的感染者要少 有一部分无症状的感染者 可能病毒很少 但是有一部分病毒也是会很多的 特别是对Delta变异的感染来说 无症状的感染者 它的病毒的载量也是很多的 所以是没有理由说 用这种核酸检测 是查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条理由 如果仔细推敲的话 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唯一的解释 剩下的一个理由 一个原因 那就是 无症状的感染者 实际上是查出来了 但是都不报了 都隐瞒不报了 那为什么不报 因为我刚才说了 无症状的感染者 会比有症状的感染者 多得多 是它的好几倍 那么现在 扬州 南京 这个确诊病例 也就是有症状的感染者 有两百多个 如果把无症状的算起 算起好几倍 那就上千了 那就是感染者 又上千 上千的话 那给人的这种心理冲击 就不一样了 就会觉得这个疫情 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是有隐瞒不报的动机的 那郑州为什么 那不隐瞒不报 还老老实实的 在报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而且呢 是大量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因为隐瞒不报 这个如果被查出来了 这地方官员 可能呢 是要承担责任的 如果是被人捅出去了 那是会承担责任的 所以一般来说呢 他可能不敢 这么干 但江苏是不一样的 那江苏呢 是由中央领导 在那里作证 领导防疫抗疫的 所以呢 有可能呢 就是由中央拍板 说这个江苏的 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算了 就不统计了 不公布了 公布这个所谓的确诊病例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个江苏的地方官员 就不用去承担 这个门报的责任了 所以这个可能 是一个原因 不然我搞不明白 没法解释 为什么突然 无症状感染者 在江苏这个地方 就消失了 现在呢 全国都在做 就只要有疫情 甚至没有疫情 都在做这种 全民的核酸的检测 我以前 有一期节目 就专门讲过 这个全民核酸检测的问题 那就它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假阳性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检测的 那个不仅是灵敏度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它的特异性 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你这个核酸检测的特异性算是 非常的高了 能够达到99% 但也意味着 有百分之一的假阳性力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其实没有被新冠感染 但是呢 检测的结果 把他错误的当成了 是新冠感染 也就是所谓的假阳性 会有很多的原因 引起这种假阳性 总是会有一定的比例的 所以大概有百分之一的 这种假阳性的比例 这个在一般情况下 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很低了 但是呢 你像这种全民的核酸的检测 而且都是这种大都市的 核酸的检测 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的核酸检测 这样的结果呢 就导致了这个假阳性 会非常的多 每一次的核酸检测 全民的核酸检测 都会成千上万的假阳性 所以我以前的节目 就疑惑不解的 是你这个假阳性 怎么排除 靠什么来排除的 真阳性是比较容易认定的 你如果是有症状的 或者呢 是跟那种确诊病例呢 是有密切接触的 那么呢 可以认为是真阳性 假阳性就没法排除 很难 朋友怎么排除 这成千上万的 你每做一次 就成千上万的 你不可能说通过 反复的做一个 你每做一次 又出来这么多的 假阳性 你没法知道 这些阳性的病例 没有症状的 阳性的病例 是假阳性呢 还是属于后来冒出来的 后来被感染的 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好了 你现在扬州南京 我干脆不算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了 也就省掉了 这个麻烦了 所以呢 也许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不用去担心 这个假阳性的问题了 那这也相对于防疫来说呢 是无所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防疫的法宝 是隔离 是封小区 是让所有的人 都在家里坐牢 那所以有症状的 把你抓去隔离 或者是让你到医院去治疗去 那没有症状的 不管是真阳性 假阳性 反正呢 都是要在家里坐牢 或者呢 是要集中隔离的 只要是属于密切接触者 甚至呢 是属于什么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 都要抓起来隔离的 也传不开去 所以统不统计 算不算 要不要去区分真阳性 假阳性 其实呢 已经是不重要了 这就是因为 做这种核酸 全民的核酸检测 其实呢 对于这个防疫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你如果不起 做核酸检 全民核酸检测 本来的目的呢 是要找出那些 无症状的感染者 因为你如果你有症状的话 那就我没必要全民检测了 只要让那些有症状的人 来测就完了 所以全民检测 本来是要把那些 隐藏着的 暗藏着的 无症状的感染者 都给找出来了 那现在呢 已经没有 无症状感染者了 不去找无症状感染者 不去区分真阳性 假阳性的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当然你做这种核酸检测 全民的核酸检测 那就没有意义了 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因为你解决不了 这个假阳性的问题 中国的防疫 不靠全民核酸检测 靠的就是 严防死守 靠的就是隔离 封小区 封家文 那么这种全民核酸检测 有啥意思呢 它有的意思呢 就是对当官的来说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当官的 可以通过这种核酸检测呢 来表明自己 很重视这个防疫 能够想到的 这种高科技的防疫的办法 然后广州首先这么干 别人也都跟着学院的 显得落后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各个城市 只要这个检测力量上去了 就都搞核酸检测 显得 这是一个证据 那么对于检测公司来说呢 当然对他来说呢 也很有意义 可以赚钱呢 一轮一轮的检测 这是要赚多少的钱呢 这个钱呢 实际上呢 都是从医保里面出的 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 去分医保的钱了 那么苦的呢 是普通的老百姓 折腾 每一次做这种核酸检测 有时候呢 往往还是连夜的做 两三天 就要做一次不停的测 这不是折腾吗 而且呢 你说 号称做这种全面核酸检测 是免费的 实际上呢 花的还是老百姓的钱 因为是要从医保出的 所以呢 这个是折磨 中国特色的 折磨人的 骗钱的 一种 所谓的防疫的方法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